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邓宏律师著作 《美国生活实用法律手册》来加强普法宣传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美西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海外旅游注意事项 自从911事件后 美国游客在海外被攻击的事件越来越频繁 持美国护照的民众在海外旅游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美国国务院负责美国公民在海外的事务 会根据海外的情势向计划出国旅游者提供旅游警告 提醒民众哪些地区属于高风险地区 哪些地区应避免前往 在计划出国前 民众最好到国务院的网址了解一下海外的最新动态 网址是www.state.gov 如果你持美国护照 在海外遇到困难 可以直接到当地的美国领事馆寻求援助 美领事馆有责任向所有美国公民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 如果不幸在海外被当地执法机构逮捕 根据国际公约 外国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美国领事馆 假如中国新移民持有外国政府护照 在美国本土被逮捕 执法机构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外国政府驻美的机构 不过许多地方的执法部门都不了解此规定 除坚持要律师外 外国人士还可以要求通知自己政府的领事馆 并要求见自己国家的领事 不过被逮捕的外国人士也可以放弃通知领事馆的权利 前车之鉴出入美国海关 受人之托要小心 按理一 住在洛杉矶的郑先生在离开中国大陆十多年后 终于在办妥身份后回福建探亲 他回到福州后 在与朋友相聚的过程中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其中有一位姓陈的新朋友 对他格外热情带他去餐馆吃饭 做桑拿 唱卡拉OK 热情周到的招待让郑先生感激万分 就在郑先生返回美国时 陈先生有事相求 他希望郑先生能和他的表妹同行 陈先生表示 他的表妹结识了一位美国公民 以办妥结婚签证 准备到美国与未婚夫会合 因为他是第一次出国又不会说英文 如果郑先生与他同行 可以帮助他的表妹填写相关的表格 避免了很多麻烦 由于陈先生连日来的盛情招待 郑先生感到无法推辞就答应了 为了表达对郑先生的谢意 陈先生的表妹还陪郑先生去香港玩了几天 也很热情地招待郑先生 陈先生的表妹告诉郑先生 他是K1签证 去美国和他的未婚夫结婚 但是郑先生有些怀疑 为什么他的未婚夫不来接他到美国 陈先生的表妹解释说 是朋友介绍的 他从来没有与他的未婚夫见过面 不过未婚夫在美国聘请了律师 已经办妥了所有的结婚签证文件 郑先生也就没有追问下去 在从中国到美国的途中 郑先生尽可能地帮助陈先生的表妹 包括帮助填写 I94卡等相关的表格 就在下飞机入关时 那位女士却被移民局扣了下来 经移民局盘问 这个所谓的陈先生的表妹承认 她是付给陈先生5万元后 由陈先生策划脱渡来美国的 并安排了带她过来的人 这位女子指认郑先生 就是带她过来的人 因此郑先生也被移民局扣住 移民官员问 郑先生为什么带她来 郑先生指的肇实说 是她的一位朋友陈先生拜托她的 移民官问 带她过来的报酬是多少 郑先生回答说没有报酬 但是返回美国的机票 和到香港游玩的费用 是陈先生出的 移民局又问郑先生 你以前并不认识这位女子 有人让你带她到美国 你不觉得奇怪吗 郑先生说 她是有点感到奇怪 但她认为她自己不是走私人口 再说是帮朋友忙 因此也就答应了 后来无论郑先生怎么解释 移民局仍然认为郑先生是协助走私人口 并以此罪在联邦法院提出刑事指控 而一时糊涂的郑先生 因此被判两年的劳刑 案例二 来自上海的马先生回国后 结识了一些生意上的朋友 就在马先生要回美国时 一个朋友托马先生带点东西 给在洛杉矶的表妹 马先生问带的是什么东西 那位朋友告诉她是一些日常用品 马先生觉得这个朋友没什么问题 再说生意方面他们已经有了往来 带点东西应该不算什么事 因此她就把朋友脱带的一包东西塞进了行囊 飞往洛杉矶 在洛杉矶机场接触海关人员检查时 执法人员发现 马先生带的那包东西里面有400多张信用卡 移民局立刻叫来负责打击金融欺诈犯罪的联邦 特勤局人员 特勤局人员立刻辨认出这些信用卡是伪造的 原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南加州盗用身份案件猖獗 许多亚裔犯罪集团通过各种方法窃取他人的身份数据后 将这些数据传到电脑网络 然后在香港上海和台北等地制造假信用卡 再通过各种管道将假信用卡用回洛杉矶 甚至世界各地出售或使用 在人赃据货的情况下 特勤局和移民局认为又破获了一起假信用卡案 但是马先生失口否认自己设案 并强调自己不知情 警方要求马先生说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是当往上海打电话 找委托马先生带东西的那个朋友时 其联络电话却始终是关机 当给那个人所谓的洛杉矶表妹打电话时 发现这个表妹的手机是预付电话 根本联系不上 也无法查证是谁在使用这部手机 虽然在律师的例证下 马先生并没有被刑事起诉 但是为了帮朋友带区区一包小礼品 马先生被执法人员扣留了两天时间 并花上几千元才为自己解困 马先生再也不敢轻易答应帮朋友带东西回美 邓宏律师的解答 近年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 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到亚洲地区探亲或旅游 出国或返国时 误处法网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究其原因 很多人都是因为碍于面子 人情或是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 在没有弄清情况或不了解美国法律的情况下 铤而走险 导致了本不该发生的后果 自911恐怖分子袭击案件以来 美国对于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入境者 开始从严检查 检查的标准非常严格 抽检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受亲朋好友之托 带进来的现金 药品 药材 及稀有动物等对象 在进关时 只要被查出来 一般都会被没收 此外 在海关被查获的案件 还包括一些关于假文件的案件 被检查没收的物品 还包括了护照 以及一些假文件 一些民众受朋友之托 带来一些文件 但是经过海关检查后 发现这些文件 是几本护照 根据美国的法律 个人只能持有 并随身携带本人的护照 携带他人护照 进入美国 涉嫌人口走私 有违反联邦法之嫌 目前 美国政府加大了 打击走私人口的力度 在入境时 对走私人口的可疑情况检查 非常严格 如果被发现 有帮助走私人口的行为 将会被控 共谋罪 一旦罪名成立 将面临两到十年的监禁 民众要特别注意 协助走私人口 往往是从帮助 填写表格 打电话 陪同办理手续 等小时中 不知不觉的开始 如果当事人帮助的对象 真的是被走私人口 以上行为 都被认为触犯了 协助走私人口罪 因此 当别人委托 你带人过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确认 他们的身份是否合法 其实如果是首次出国 自己不懂英文 不能填写表格 可以委托航空公司 很多航空公司 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没有必要自己去冒险 美国的民权法案是什么 美国宪法的修正案中 有实项是关于民权问题的 这实项修正 赋予民众很大的权利 这就是所谓的 美国民权法案 这些权利并非只赋予 美国公民 只要是生活在美国的民众 都可以享受其中大部分的权利 并不会因为身份的问题 而被剥夺 这些民权包括言论自由 拥有枪支的自由 宗教自由 免说政府不合力检查 和没收的自由 保持沉默的自由 要求快速公开审讯 自己案件的权利 免说政府采取残酷惩罚的权利 在刑事案件中 有交叉盘问对方证人的权利 聘请律师的权利 要求政府在刑事案中 提供免费律师的权利 在民事案中 要求陪审团审讯的权利 有权在政府征收民众财产时 得到合理赔偿的权利 不过这些民权也不是绝对的 政府可能会因为社会的变化 及需要 而对某些权利 做出一些限制 一 言论自由 政府不能立法来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 民众可以谈论任何的议题 政府不能予以惩罚 但是如果出现下列情况 政府可以进行管理 干预及惩罚 一 可能引发危险事件的言论 例如言论具有挑衅的意味 可以引起打架或其他暴力事件 二 可能引起公众惊慌的言论 如在飞机上高声大叫有炸弹 在西原内高叫火灾 三 商业性的言论 特别是一些不实的广告 四 诽谤性的恶意重伤他人的 下流的语言等 二 集会自由 虽然宪法赋予民众集会的自由 但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 及社会的安全 执法部门可以对集会 进行合理的管制 政府不能管制集会的内容 但是可以管制集会的时间 地点 也可以要求集会者 向政府管理部门申请集会许可 三 宗教自由 政府不能干涉个人的宗教自由 因而美国民众不赞同政府支持 和参与宗教的活动 一般政府不能赞助或资助教会的活动 宪法也不允许在公立学校中宣传宗教 四 民众拥有的隐私权 民众拥有自己的隐私权 这些权利包括堕胎的权利 使用避孕药的权利 个人电话不受政府的监听 电子邮件不受政府的拦截等 但是自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国土安全法案及其他类似的法案规定 如果政府的调查部门 怀疑民众与恐怖分子有关系 或涉嫌危及国家安全 可以向法官申请 直接深入到民众的个人隐私中 去收取情报及证据 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民权 因为受到911的影响 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可能会逐渐的减少 邓宏律师的忠告 与美国同性恋公民可申请身份 2015年6月26号成为美国历史性的一天 因为在这一天最高法院裁定 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 这意味着同性伴侣在全美任一周 正式登记结婚后 就可以通过婚姻关系享受移民福利 也就是说一方为美国公民 另一方可获得身份 对不少华人同志朋友来说 这可谓是最直接的好处 在过去十年间 全美各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纷纷立法 推动同性婚姻中 配偶可享有同类权利及及福利 与异性婚姻的完全相同 在移民申请方面 如果是与美国公民结婚 外籍配偶不需要任何排期 即可取得绿卡 不过和异性婚姻一样 移民局在审核婚姻绿卡时 如果双方结婚尚未满两年 会先行颁发临时绿卡 持临时绿卡两年后 可转换为永久绿卡 在获取正式绿卡三年后 民众可以申请入籍 成为美国公民 再者 如果同性婚姻中 一方是绿卡持有者 另一方外籍配偶的绿卡申请 也在结婚后即刻开始办理 如果一方在美国是持工作签证 移民法规定 在其办理工作绿卡时 另一方也可作为配偶 取得绿卡 而非一名签证中 发给配偶的F2 JR等类别签证 同性婚姻配偶同样可以申请 这种真正的计划 那就是这种真正的计划